R15 V4到店咯 新世代RDNA的家族外观 看起来非常有大型重机的气势 好几次都让小编误认为是R7 实车真的非常帅气 与上一代相比 取消了正差的版本 并新增TCS循机防滑系统 仪表也多了与手机连线的功能 如果是更高阶的M版本 还多了进党快排 可说是目前此级具小跑车的配备天花板 引起车友的高度关注 这辆R15 V4车一到店就马上被订走了 一起来看看车主改了些什么吧 R15 V4原厂使用单二活塞卡钳 制动力道只能说堪用 与金色的KYB倒叉相配之下 也感觉气势不足 为此车主升级了Brembo对4卡钳 搭配NCY282毫米浮动叠盘 为了更进一步提升制动手感 车主也改装了Brembo直推式总泵 与穿欧利式的金属刹车油管 刹车油杯则是选用ISOMA水族箱油杯 看起来真的非常有质感 视觉美观方面大大加分 新车记录器选择安装路德轻换是500 前镜头设在左边的后照镜座下方 主机与快捷键则则是安装在左手把总成旁 新旋脚踏后仪也是很多挡车骑士的选择 滑顺的刹车脚感 优异的止滑性与段落分明的入挡感受 加上可以依照不同需求调整各部件之间的锁点 使其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为了让爱车有更利落的车尾线条 车主选择安装无需排短排架 或许有些车友会担心改装短排架是否合法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车牌只要是正面向后清除辨识 且非活动式悬挂 可以从后方正面凝处辨识车牌 并且有车牌灯以及反光片 那就是一组合法的短排架 不需排短排架的产品设计重点为 左右方向灯距离符合法规 全直上 检线 且牌照灯不会射后方 并且产品永久保固 肯定会有车友发问 没有吐厨真的可以吗 但其实在法规上 并没有去限制你的后吐厨必须要什么样式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在大排后方 加上一块压颗粒底板来充当吐厨 一方面强化车牌本身耐壮度 一方面充当法规上后吐厨的样式 在安装完短排架后 我们发现原厂方向灯体积较大且圆润 视觉上不太协调 因此推荐车主更换这组零售LED方向灯 流线的外形与俐落的车尾互相呼应 流水式的闪烁设计也有着优异的辨识度 自此全部的改装品都安装完成了 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车主的改装清单 有兴趣的车友欢迎来电洽询 来欣赏一下安装完成后的成果照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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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便是R215V4落地改装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 分享 按赞并开启小铃铛